上月底,美国成功试射了一款C-70高超硬术武器 这是睽違八年之后,美国再次成功验证此类技术 那么这次试射意味着什么呢? 在高超硬术武器这一块,美国人是真的如外界所说的一样 远远落后于中俄吗? 那这一期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根据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消息 这款由雷神公司制造的导弹被载机释放后 成功启动了来自洛斯洛普格洛曼的超蓝冲压发动机 最终在大气层内以超过5马克的速度实现了自由飞行 这里咱们首先得明确一下高超硬术武器的概念 只要在大气层内以超过5马克速度飞行的人造物体 都可以被称为高超硬术飞行器 不过咱们今天所说的高超硬术武器 则还有一个隐藏要素 那就是以对地或者对面攻击为作战目标 因为其实有些防控导弹或者空空导弹 在飞行末端也能达到5马克的飞行速度 但它们要么持续时间极短 要么几乎已经飞出大气层了 所以不能算 说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觉得 美国导弹这5马克的速度也太拉胯了吧 咱们东风随随便便都能达到10马克20马克 你是不是故意拉低标准 还真的不是 其实这是因为两者虽然都可以叫做高超硬术武器 但它们实现高超硬术的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 按照飞行方式 这类武器可以被分为两个子类型 一种是高超硬术滑翔体 通常由载具释放到大气层外 或者大气层边缘进行释放 最后在地心井离合自身动力的双重作用之下 以滑翔机动的模式飞向预定目标 这就是强对军迷津津乐道的前学生弹道 理论上它的末端极数能突破10马克 东风17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另一种叫做高超硬术巡航导弹 其飞行方式与传统的巡航导弹相差无几 可以全程都在大气层内飞行 所以即便采用了高超硬术的气筒设计 在使用碳氢燃料时 其极数通常也只能达到6马克左右 这一次雷神公司试射的导弹就属于这种 从紫棉数据上来看 HCM的性能似乎要落后于HGV 毕竟速度上要差上一大截嘛 但如果落实到战术层面 恐怕就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了 HGV由于要飞出大气层 所以它必然使用火箭载具为其进行助推 这就导致它的体积不会太小 使机动性和平台适用性受到限制 而且这类武器本质上还是弹道导弹 飞行轨迹较为固定 再入大气层时的控制也会比较复杂 至于HCM 它其实就是一枚飞得更快的巡航导弹 虽然通常它尾巴上也会带一枚火箭助推器 但这个助推器只要帮其加速到一个点火速度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体积相对于HGV会大为缩小 机动性和适应性也会大大提高 比如美国这次试射的导弹 就是最终打算应用在F-18上面的 而且由于其全程都在大气层内飞行 也更容易进行姿态调整 中途想要改变目标或者进行机动规避 理论上也更容易实现 所以相比于HGV 即便HCM的速度更慢 但它依然是高超音速武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甚至从长期来看 它才是更具备实战意义的 那么在这一块 目前是谁占据了先机呢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是目前唯一一个拥有三位一体 高超音速打击手段的国家 它在陆地上拥有先锋导弹 2018年 俄罗斯首次曝光了这款高超音速武器的存在 据说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达20马克 在俄罗斯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发射 只需15分钟便可飞敌美国华盛顿 在空中它有必守导弹 急速可达10马克 射程3000公里 不过不管是先锋还是避守 它们看起来虽然威力无边 但在应用上却有诸多的限制 先锋的发射载具 必须是纵型洲机导弹 不到万不得已恐怕不会轻易使用 而避守导弹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空射型的弹道导弹 它想要达到高超音速 必须依靠载机自身的速度 发射前载机会带着它一路爬升 达到高空高速后再释放导弹 然后它才在初始速度和重力加速度的双重作用下 达到10马克的急速 在俄军中能符合挂载要求的 只有米格3C和图RM 这两款速度超过2.2马克的飞机 而且由于是弹道导弹 它的体积也不是很友好 就连米格3E这样的大型截击机 也只能在肌肤下携带一枚 所以不管是先锋还是匕首 其威慑意义恐怕要大于实战意义 而在海上 俄罗斯最近部署的一款高超音速武器就不一样了 今年7月份俄海军成功试射了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它在射速中达到了7马克的速度 并成功击中了位于巴伦之海350公里以外的目标 整段飞行仅耗时4分半钟的时间 根据俄方的说法 高超导弹可以从水面舰艇和潜艇上发射 最大射程打1000公里 战斗部总量可达400公斤 在7马克的速度加成下 它的杀伤力足以摧毁任何类型的水面舰艇和地面目标 而且几乎无法被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拦截 当然这只是高超音速武器的一个共有特性 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 这款导弹是在22350型护卫舰上发射的 要知道22350型的满排只有5400吨 也就比054A大上一圈 它能装备这款导弹 说明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武器的小型化上 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前面咱们说过了 小型化就意味着 你有更多的平台可以进行搭载 战术的选择会更加的丰富 等到这款导弹大规模服力后 想必会让本以老旧不堪的俄罗斯海军 在面对美国海军时 多一分与之叫板的底气 在高时试射两个月后 美国就急不可耐的试射了同类型武器 说明其给美军带来的威胁 是实实在在的 俗话说明人不说暗话 明枪不打安炮 甭管毛泽的技术粗糙不粗糙 人家至少打出去了 远比你搞什么阅兵武器来得更加震撼 此外它也说明俄罗斯在超兰冲压发动机技术上 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其实这个技术 就是研发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先决条件 所以超兰冲压发动机 指的是燃料在超音速气流中 进行燃烧的冲压发动机 普通冲压发动机的进气 在实际进入燃烧室之前 需经过适当的导流减速到次音速 而超兰冲压发动机的进气 仍可保持在超音速状态 此时燃料喷入 在超音速燃烧室中与空气混合燃烧 便可实现更高的飞行速度 其技术的难点就在于 如何在这样高速的气流中保持点火状态 实际上这个技术原理 人们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掌握了 但以前的科技无法满足持续点火这一技术要求 那么美国人在这一方面的科技到底如何呢? 早在1950年代 美国就用X7验证机初步验证了冲压发动机技术 在实验中能达到4.3马赫的飞行速度 在此基础上 他们搞出了AQM60吹鸟高速把机 DR1无人侦察机 而衍生出的可变循环发动机技术 更是孕育出了YF-12高速截击机 和SR-71黑鸟侦察机这样的跨时代黑科技产品 冷战结束后 超兰冲压发动机的技术逐渐成熟 随即被应用在X-43验证机的身上 在2004年的实验中 它在大气室内飞出了9.8马赫的速度 2013年由波音研发的X-51A高超音速飞行器 以5.1马赫的速度实现了持续3分30秒的自由飞行 去年12月份 洛克达因公司的重灯尺寸超兰冲压发动机 在美国空军的实验室中 设置出了5.9吨的最大推力 事实上美国在高超音速领域里下入的功夫 恐怕能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夹在一起的总和 而这一次雷神公司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海军的海军中程常规快速打击武器 同军单独开发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以及作战火力项目 目前进展追快技术难度最低的是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 它已经结束了基本测试 并且公布了射程 是2800公里 刚好就是从关岛到台湾海峡的距离 预计这款武器会在2023年投入使用 而与它使用相同技术的CHGB 也在去年完成了飞行试验 应该也会在今后的几年内服役 至于空中的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也就是号称能飞20把核的AGM-183了 它的两次试射均以失败高中 因此国会削减了它在2022年的首批产量 从12枚减少到8枚 不过实际上AGM-183的弹头航电传感器 和通信等纸系统都已经成功完成了测试 而且它是由洛马这样的大厂烧刀 前景还是比较看好的 事实上美国开始大力发展此类高超音速武器 是在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之后 只要这个紧箍咒一解除 仅仅两年的时间 它就已经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体系化的进步 毕竟它不需要从头干洗 只需要不断的挖坟就可以了 而且在我看来 它们最厉害的地方 不在于速度快和经验多 而在于有一大批的公司和机构 都能进行自主研发 从NASA到DAPA 从雷神到洛马 从波音到普惠 从诺斯罗普到通用原子 一个项目失败 自然会有其他的项目顶上 这家公司搞不定 自然会有其他公司来接手 当这个庞大的军工结合体 决定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任何地球人 包括美国总统 都拦不住 可能这一期有些观众会不习惯 我怎么没有把中国的武器 也拿出来怼一怼呢 本来我是想的 而且这其实也更利于增加流量 但是我看了看美国 又看了看俄罗斯 发现其实从整体上来说 你连上涨的资格都没有 当然粉红肯定会强烈不同意 说我们有W14 我们有东风 我们的超蓝冲压技术已经碾压美帝了 嗯行吧 我也懒得跟你们争辩了 反正用不了多久 咱们就能看到结果了 总之在高超硬术武器这一块 甚至是在所有高科技武器领域 我觉得套用拿破仑的那句广为人知的名言 来形容美国最为恰当 美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 当他醒来 他将会撼动整个世界 作为他的敌人 你能做的就是祈祷他永远不要醒来 当然了 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我让我们不要做决定 有过去是有道路门 以后是有安萨好远 或者买过的将来的什么政策 由他们去决定 就是说他们要打赌酒 就打赌酒 Hakuna Matata It means no worries 弹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大家看到了吗 美国真正怕的是中俄的核武器 中国没有人看 你没有一个神学的卫军 发生了 哪里 拜拜